穿著藍色上衣的男子 在檳榔灘外面玻璃瞧啊瞧 看裡面沒有人竟然直接打開門 擅自闖進店內 這時有女員工發現要男子出去 但對方卻不聽還大小聲 甚至做事要打人 女子這時拿起門邊的棒球棍 對方一看到嚇得立刻拔腿狂奔 以為男子不會再來 沒想要踩不到10秒鐘 他竟然拿著疑似割草機的機具 再度回來上前理論 但女子根本沒在怕 再次拿起球棒威嚇 男子這才終於離開 影片曝光讓不少人知乎 這女員工實在太帥了 事情發生在今年9月中 桃園龜山區長壽路一間檳榔灘 找到這名女員工 他表示之前就曾經被這名男子 多次言語騷擾 要保護自己 我只是要驚嚇她 事情發生之後 你是不是變那個求望女生 就是很多客人來的時候 就基本上都叫我操派 放球困女子 女員工勇敢驅離 男子也不敢再擅自闖入 而女子也沒有要提告決定放過對方 只希望別再發生這種事